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姿兔 然后又来拍我的英雄梦 那今天礼拜十 等一下一点会维修 那我们等维修完了之后 再来看看今天更新了什么 那首先是我在前几天 发现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那么所以来拍个影片 跟大家讲 以前你在卖东西的时候 你都要这样子一直加加加加点 但是现在不用了 你只要点在数字上面这边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用你的数字去打说 哎你要几个 等一下看一下 我的风铃猪没那么多个吗 我的风铃猪没有到100个 那直接点在这里 然后打100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 觉得就可以直接丢到100的东西 或者是5都可以 你想要丢几个 那么你就 点几个 那么 这样子的话就不用一直在点 那个加加加加加加加 再来现在就是还要说的就是 以前我们都会说 虽然他占力高 但是支持低的 我们都被升掉 但是随着世界魔王的出现 异界魔王的出现的话 那么他就是等于是车轮战 就是躺斯 你就是即使 资质高 但是你的战力 即使你的战力高 但是资质不高的话 你还是把它留下来 就是派他去打这个神魔的召唤 至少你战力高 即使你资质低 但是他的攻击 因为战力高 他的攻击力还是在 所以你就可以派他出去 如果你的单没有这么多的话 如果你的单多的话 那你就是11次 然后再复活强大的 那么再打 然后失了 再复活 这样子其实是最有效应的 但是前提就是 你要复活单跟会不及够 如果你今天复活单跟复活级不够的话 那么你其实可以把一些 就是资质高 但是 战力高 但是资质不高的那些留下来 因为这样子 你看 所以我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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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半的元神是死掉的 就是把它拿去躺尸大队 这些都是我的躺尸大队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 根据你的不活单跟会不及的大小 来去做一下元神上面的调整 那么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两样 那么 呃就讲到这啦 拜拜 那喜欢就点个赞 点个喜欢 那么 也可以在留言 也可以订阅哦 那就大家拜拜咯